对呀 何大人 咱们该审刘永利这个大贪官了吧 大友 刘永利 跪下 微臣叩见皇上 刘永利 大牢之中你想清楚了吧 还不认罪吗 万岁 微臣是为了维护大清安定 维护大清立法尊严 得罪刁民这儿遭小人陷害啊 九万岁爷您给我做主啊 嘿 我说我说你还想狡辩呢 我打 啊 这个也放啊 皇上明鉴事业没意见 皇上英明 刘永利 你查无证据 无罪 我是英明 我是英明啊 这人都走了 咱们还傻坐着干什么呀 嘿嘿嘿嘿 人都放了 还坐堂上干什么呀 皇上 可以退堂了 退堂 回去吧 嘿嘿嘿嘿aya 爹 你怎么在这儿了 你出卖我 你看我像出卖兄弟的人吗 我看你是贪图富贵 连自己的灵魂也出卖了 我不当事业 我怎么了解孙大人的案子 你 我不了解你爹的案子 我怎么救你爹 大哥 你看他要杀我 现在又叫我大哥 你太快了 我只是心碎了 心碎什么 看到自己最相信的人 慢身求容 我的心能不碎吗 川儿 现在舅舅爹的人只有我了 你相信吗 有你这句话 川儿死而无憾 大哥 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动手 你不是要解狱吗 我建议你 小兄弟 这衙门大牢壁垒三严 哪是能随便解的 你千万别胡来啊 听我的 可是我爹在牢里面 多待一刻 我的心就跟多角了一刀一样 快了快了 我都当师爷了 我给你出主意 你先回去 千万别乱来 清风大哥 等等我 清风大哥 别误会 自己人 自己人 我是刘永利刘大人家的差人 我们不认识什么刘大人 别一声一鬼 别一声一鬼 刘大人说了 风高浪急天又冷 让我给你们送点好吃的 还有上楼的好酒 对了 这五百两银子 是刘大人给兄弟们使的 真的 这银票是真的 五百两啊 那还有假 大哥别急 大哥您吃哦 小弟我是不是能喝点汤 那这谢了 来 这拿着 替我谢谢刘大人 记下了 记下了 慢走 一路水风 好好 来 拿着 接着 我先来一口 老六啊 你真是个酒鬼啊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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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六 老六 阿丽 你不光能治人 还能治花呢 可我就是治不了那些贪官污吏 贪官 这还不好办 拉出去 斩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可是皇上他不同意 别提了 这会儿 皇上给你当皇师爷 摆明了是给你撑腰 你怕什么呀 为我撑腰 撑什么腰啊 大梅啊 我觉得皇上这回办事 有点不太灵魂 你别瞎说 我怎么会瞎说呢 他就会让我放人放人 我放什么人呢 那几个刺客 是我当场给抓着的 可是他还是让我给他们放了 皇上一定有他的用意 还有那个刘永利 你说他干了多少坏事 扬州人谁不知道 他也让给放了 我看皇上这叫放长线 钓大鱼 我看的 这叫断了线 放了鱼 那些刺客 你再想把他们抓回来 门儿也没有啊 放心了 皇上可不是省油的灯 我了解他 你了解皇上 废话 我们还做过一场夫妻呢 我当然了解他了 假夫妻啊 我知道假夫妻 你看看人家皇上 一看就是皇上 相貌堂堂的 一双眼睛多有神啊 透着智慧呢 得了吧 我本来以为他哭着喊着 要当师爷 还真有智慧 这案子能一个一个给我破了 能为扬州百姓办点好事 哪知道他就知道放人 连我这假皇上都觉得丢人呢 我就有信心 这还让我有点安慰 不管怎么样 老婆还是对我有信心的 我是对皇上有信心 郎中大哥 您在这儿呢 皇上找您 您快去吧 皇上找我呀 我说吧 皇上准有妙计 这不来了吗 我是小白公公 这皇上办事 怎么老是这么神秘兮兮的呀 皇上办事 我们下人怎么知道啊 您快去吧 去吧去吧 走走走 对了大妹啊 娘有消息没有 南城牺牲我都找了 我这就上东城去 你看这我假皇上干的啊 连我的亲娘我都顾不上 行行行 走走走 去吧 娘啊 你到底在哪呢 黄大人 情况不妙啊 情况不妙 何大人 这刘永历不是已经放了吗 就连刺客也放了 依我看的 咱们应该高兴才对 皇上使得什么招你都不懂 这就是危险 我看皇上好像并不了解杨州的状况 何大人啊 您不必担心了 你别让皇上给懵了 何大人 您 有什么线索 这个女人身上就有线索 梅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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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大人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我们正在四处寻找咱娘啊 咱娘 这是你婆婆啊 呦 我婆婆什么时候成了何大人的娘了 这话说的 侯礼跟我亲如兄弟 她的娘就是我的娘 娘没了 我能不心急吗 何大人 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肠了 不是我心肠好 是我眼力好啊 你眼力好 就你这 眼力好 哥哥见笑了 你想 皇上都封了你为哥哥了 何某眼睛再不好 也能看出皇上对您有多好啊 所以 你就来拍我的马屁咯 做官的马 没有什么别的本事 要紧的是眼睛好啊 皇上对谁好 立马就得跟得上 千万不要看错了人的 何大人 我看你们这些做官的 就像那旗杆上的帆一样 风往哪吹啊 就往哪倒 嗯 讲得好 讲得实在是太好了 哥哥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 这正是我们多年养成的好习惯啊 行了何大人 我不跟你瞎扯了 我还有事呢 我走了 别别别 哥哥我们已经备好了马车 好帮着您寻找咱年啊 有马车坐 太好了 这两天我的腿都快跑断了 在哪呢 哥哥请 请请 呦何大人 你这马车一天得多少钱呢 你坐上去得了呗 还问什么呀 那我可还不起啊 还说什么还不还的 都是一家人了 还等我这么客气干什么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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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我了 哎呀 小子呢 哎呀 哎哎 这边 这边就到了 就这儿啊 这是风月场所啊 进去吧 皇上在里头等着您呢 啊 皇上在里面风流呢 皇上也是男人呢 你不敢进去啊 我 我早就想进去了 就是我舍不得钱 我听说啊 我听说这里头 撒泡尿都得打赏钱呢 这泡尿子真贵 你们男人呢 没个好东西 瞧你说的 你就不是个男人了 我 我是太监 我是太监 这黑灯瞎伙的 这有一大美人我也瞧不见的 皇上是您呢 还有你啊 就咱们俩啊 一会儿有神秘客人到发 神秘客人 皇上 我听说这天上人间的头牌叫小雁红 就在隔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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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 这请的隔壁呢 这请的课他能不来玩吗 皇上也请贪官的 待会儿有好戏窍 好戏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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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还在扬州啊 我们没有被毒酒毒死 毒死 什么毒死啊 你装什么罪 我没命大 只要老六喝了毒酒 什么 你们说什么 我怎么听我明白 今天血斩要用血来尝 别 别 别 不 这 我还巴不得你们离开扬州呢 哦 我明白了 你们是想烦咬我一口是吧 你说什么 烦咬一口 去 这何老六根本没死 你们是想来敲诈我 我还不明白这个吗 老二啊 我对你不薄啊 我可是给足了你的钱啊 刘永利 你太卑鄙了 什么 我卑鄙 老二 我让你们去杀人 你们没杀成 我还是给足了你们钱啊 我够意思 你自己派派良心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弟兄妹 为老六报仇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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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抓起来 把他们全抓起来 啊 皇上 皇上 您也在这儿 皇上在此 刘永利 你刚才说什么皇上可都听得真真儿的 刘永利 我告诉你 这是朕早就布置的遗迹 我看你还能说什么 小人 看开 不 喂 下 泳永利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知罪吗 小人知罪 问什么呀 刘永利 你利用追查十大罪敲诈勒索 这件事背后谁是主谋 这些事都是小人利于熏心 自作主张 与他人无关 朕怎么问 皇上自有名断 刘永利 你当时抓了一千多人 敲诈他们的银子 这件事情和何大人他知道不知道 何大人他知情 好啊 那他当时怎么说的 何大人当时说 让小人把人都放了 不要银子 兄弟啊 你说你要早听我的话 哪只有今天的现场啊 你看 小人辜负了何大人 辜负了皇上 小人罪该万死 这 是啊 你看这个案子该怎么判呢 啊 这 将刘永利押回大牢 退堂 走 让我坐下 你为什么不杀刘永利 我 这种财官不杀不足于平民分 我知道 可是我 我 皇上让你杀 你居然不杀 明明是抗之不尊 我 这郎中胆大他敢抗旨啊 我皇上 我这辈子 我红利这辈子就是个郎中 我只会致命救人 我 我不敢杀人 可是我皇上让你杀 你就得杀 可是我是假皇上 假皇上不能杀人 皇上 他既然这样讲 这郎中简直是造反了 他没抗旨啊 皇上 你看 他这个 你抗的血这是斩啊 斩啊 他 打开枪 打开枪 尖后 皇上 留着狗头 秋后斩绝 皇上 皇上 英明 英明